肺炎疫情蔓延 新加坡成为中国大陆之外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因此新加坡政府 提升防疫层级到橙色境界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安定人心 此期新加坡峰会成立 防疫应对小组 集合执行团队和各自业体主管 商讨并落实防范措施 同时带动善的力量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 好像活动给取消 因为我们就已经意识到 说人心惶惶 希望凝聚大家一起来共聚善念 我们一起来前程祈祷 也希望说鼓励更多人蔬食 社会如果任何人有任何的需求 其实也可以向此期回报 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的一个需求 做予回应 然后甚至可以付出 就是可以援助他们 进入室内空间 遵守每个程序 此期之业体的运作 仰赖志工力量 为了让大家能在安心安全的情况下工作 因此值班流程上有了调整 那以往来说 其实有一些志工都会说 可能早上在医疗队体值班 那下午可能就回到金石堂值班 我们现在都固定 所有志工都一定要在一个定点值班 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交叉感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应该是用智慧来防范 那该隔离的应该隔离 可是该关怀的还是要去关怀 让我们彼此之间的温度 还是有存在的 除了自我防疫 祈福的力量也很重要 每天中午 全岛各自业体职工与志工 虔诚一面 祈愿疫情早日平息 做好万分的事 不要受这些怕的影响 祈求赶快过去咯 我们大家一起打气加油 大爱新闻新加坡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